嫁给富州的第一天,恶毒公婆就给我摆下马威,婆婆说他们家的规矩,而媳妇不能上桌,公公在一旁附和让我去厨房吃饭,说是这样可以给我积福,争取早点生个大胖小子,给他们家传宗接代,笑死,什么年代了还搞着封建迷信,还以为我是富州的前妻,事事都顺着他们。 我抡起菜盘,直接就给他们俩,脑袋上一人扣一个,拜托,该清醒了,当我直接把两盆菜分别扣到蒋月芬和复兴国的头上的时候,我的丈夫富州愣愣地朝我看了过来,他是个软弱的人,从小到大都活在父母的,谩骂与厌恶之中,也活成了自卑的性子,不敢反驳他爸妈任何一句话。 而他父母这么厌恶他的原因,是因为他是一个哑巴,哑巴在他们眼里就是个残废,能把他养,这膜大都是恩赐,怎么可能会给他好脸色。 蒋月芬脑袋上都是菜汤,顺着头发滴到了他的衣服上,几片菜叶子就挂在他的头发上,复兴国的模样也比他好不了多少,两人还维持着拿着筷子夹菜的动作,一时间看上去有些滑稽。 蒋月芬,蒋月芬估计是莫想到,我会突然做这种事情,愣了足足有五秒,然后尖叫一声,就要朝我扑过来,笑话,他能打得过我。 我可是给成的散打冠军,像他这种的老太婆,我一下子打三十个都不费劲,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 我一脚踹向他的膝盖,他腿一软,居然就阵我直直地跪了下去,复兴国大惊失色,连忙上前想要把蒋月芬扶起来,但我一个眼神看向他,他还是忌惮地停下脚步,毕竟他也不想落得,和蒋月芬一个下场将软软。 你翻了天了,居然敢打婆婆? 傅舟,你愣着干吗?赶紧管管你的老婆。 哎哟,不行,我的腿好像断了。 老伴,你赶紧打120,蒋月芬捂着腿,直接在地上撒起了泼,他从左边滚到右边,又从右边滚到左边,看上去腿好的很,这是他惯用的伎俩, 在以前可谓是百事百灵,但那是在以前,现在我可不会惯着他,刚刚那一下我有分寸,只是让他长长苦头罢了,可伤不了这个弱不禁风的老太太,他在装给谁看? 我直接坐到了椅子上,也不说话,冷笑一声,就看着蒋月芬自己闹,只是富州看着我的眼睛亮亮的,让我有些不适应,毕竟今天也只是,我嫁到他们家的第一天,既然你们不想吃饭,那就别吃了,少吃一顿可饿不死。 还有,觉得我做得难吃,下次自己做,我可不会惯着你们,我刚说完,蒋月芬就躺在地上,嚎啕大哭,起来你这个恶媳妇,怎么会有人这么对待,公公婆婆的? 我要去告诉邻居,让他们看看你心思有多么险恶,你这是欺负人。 傅星国也脸颊气得通红,就像个猴屁股一样,我一不小心笑出声,惹得两人更加愤怒你有本事,就去说呀,我可无所谓。 毕竟,我可不会像周英一样,脾气那么好。周英是我丈夫的前妻,和我丈夫结婚八年,就被蒋月芬和傅星国欺负了八年,小则动嘴侮辱,大则伸手打骂,完全不把他当个儿媳妇对待,周英就像是伺候这两个人的仆人一样。 哦,不对,仆人还有工资,周英没有,周英还要可怜些,傅周当时有份工作,平日里不常回家,而蒋月芬和傅星国更是看重了这一点,经常对周英动手,周英性子温软,脾气好,自然不可能还手,但这换来的是这一对,夫妻的变本加厉, 所以周英身上的衣服下边几乎都是伤痕,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,最后硬生生地被这一对夫妻逼得和傅周离婚了,而傅周的人生也被这一对夫妻牢牢把控在手里,而娶我,只是因为我是个孤儿,不要彩礼,便宜,他们两个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,生一个有他们血缘的孙子, 传宗接代,毕竟周英只生了一个女儿罢了,女孩子在他们眼里,怎么配得上传宗接代,这四个神圣的大字呢? 至于我为什摩了解得这么清楚,是因为我是一个穿书者,没错,这个世界就是一本书,而书中的主角,就是周英生下来的那个女儿,傅江熙,她是一个天才,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才。 只可惜生在了这么一个奇葩的家庭,周英离婚的时候没有带上她,只是因为她的身上也有附加的血脉,这让周英极度厌恶,所以母亲就抛弃了她的孩子,傅江熙智商极高,可从来都不受重视,她的童年基本上都是在打骂中度过的, 在她成年的那个晚上,被蒋岳芬和复兴国卖给了一家会所,做了个公主,仅仅是为了三万块钱,后来傅江熙一把火烧死了,傅家所有的人,自己也跳楼自杀了, 她可以有千种万种的手段杀了他们,不留痕迹,可傅江熙却选择了最直接的一种,只因为在她灰暗的人生里,从来都没有过一束光,她对活着早就已经没有了期待,还不如所有人都陪着她进地狱算了。 而我穿成的就是这位傅江熙的继母,傅州的第二任妻子,江软软,说实话,我并不同情傅江熙,因为她对我来说,也仅仅只是一个陌生人,但蒋岳芬和复兴国,却真的惹怒了我,结婚第一天就给我下马威,这当我是个软柿子。 我向来脾气不好,也向来牙字必报,所以,我便想帮傅江熙一把,傅州端着几个盘子去洗碗,而我直接回了房间,多看这一对奇葩公婆一眼,都是对我眼睛的侮辱,关了房门,我依旧能清晰地听到,蒋岳芬的哭嚎,吵得我头疼她,傅星国狠狠地扇了蒋岳芬一巴掌, 哭哭哭哭,就知道哭,你到外边去哭,吵得老子头都痛了,傅星国平日里也少不了,对蒋岳芬动手,只是先前有周英在,替蒋岳芬分走了不少火力,现在周英一走,我看上去又不好惹, 所以,傅星国的火气便加倍,放到了蒋岳芬的身上,蒋岳芬捂着脸,脸上眼泪鼻涕呼了一眼,看上去有些恶心,但倒是不再大声嚎哭了,这也算是落了个清净,我在房间莫待多久,傅州便开门进来了,他的手因为刚刚洗过碗, 还是湿的,傅州的手型其实很好看,但现在上面布满了洞窗,显得有些猙獰可怖,我不由想起傅星国白白胖胖的手软软,你刚刚真厉害,傅州在手机上打下这几个字, 他半蹲下来,把手机递到了我的眼前,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,就像是我以前养的一只小狗,他的外貌清秀,单单是看脸,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三十岁的人了,不愧是女主的父亲,尝得还不错傅州,我靠近他,轻声问,我这么对你的父母,你不生气吗? 傅州愣了愣,然后摇头,是了,三十年都把他当个垃圾来看,随意羞辱打骂,就算是以前真的有对,父母的期待与爱意,但三十年,早就被耗尽了,我朝他笑了笑,时间快到了,傅江西快放学了,作为一个合格的母亲,我该去接他回家,傅江西今年七岁,刚上小学, 我第一眼献他的时候,完全没有认出来,这个瘦瘦小小的女孩,居然就是这本书的女主角,光看身形这女孩,最多四五岁的样子,身上穿的衣服都褪色了,大概是穿了好久的样子,也是,傅家的人怎么会舍得的花钱,给个女孩买新衣服, 只是她那双眼睛明亮透彻,闪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光,她一眼就看见了,站在校门口的我和傅周,我看见她,提着书包的手挤了一下, 然后犹豫着朝,我们俩走过来吧,江阿姨 她咬着唇,低下了头,声音很轻,我能看见她参差的头发,就像是被瑞雾割断的一样,校园暴力 我脑海中猛然冒出来这几个字,傅周也看见了,她比划着问傅江西,怎么回事?傅江西只看了一眼,就明白了傅周的意思,只是她没像我想象中的那样,哭哭啼啼地寻求安慰,反倒是无所谓地摇了摇头没事,你别担心 傅周见傅江西不愿意与她说,顿时泄了气,她敏感地认为是傅江西,觉得自己没用,所以才不和她说,我叹了口气,将手轻轻覆盖上傅周的肩膀,轻捏了下,算是安慰,然后微低下身,看向傅江西若是受了欺负,你大可以回报回去,他们怎么对你,你就怎么对他们? 有我和你爸给你撑腰?傅江西突然抬头看我,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吗?将阿姨 我点了点她皱起的眉,笑道,当然,我们小江西可不能受欺负,我相信小江西会有办法的,是吗? 接着我朝她笑笑,然后拉起了她的小手走吧,我请你们两个到外面去吃饭 傅江西垂下眼,但回握住我的手,等我们三个吃完饭回到家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九点了,我一开门就看见了蒋月芬,搬了张椅子坐到门口,敲着二狼腿在嗑瓜子,瓜子皮扔了一地,想必是坐在这里很久了,这满地的狼藉,是故意让我看了糟心吗? 她看见我们三个就冷笑一声,酸溜溜地开口,震我晚回来,饭也不做,这是想饿死我们吗? 等视线落到傅江西身上的时候,蒋月芬猛吸一口冷气,尖叫道,你们是钱多的莫处花吗? 居然敢给这个丫头片子,买新衣服穿,赶紧给我脱下来,明天去退了,这不是浪费钱吗? 她冲到我们面前,伸手就想把我刚刚买给傅江西的新衣服剥下来,傅江西还是个孩子,虽然从小到大这种场面,她献过无数次,但看着张牙舞爪向她,扑过来的蒋月芬时,还是忍不住摆了一张脸,这是她多年的噩梦, 那我今天便来打碎她,蒋月芬的手还莫碰到傅江西,便被我轻轻松松地捉住了,我一使劲,她就哀悠哀悠地叫唤起来儿媳妇,儿媳妇你松手,我的手要断了,蒋月芬连连向我求饶衣服,是我买的,你有本事朝我来,别盯着他们两个闹,要是再被我看到一次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蒋月芬的面容,逐渐变得惊恐起来,她连连点头,就怕我要给她点颜色看看,我松开了手,朝她道,向你孙女道歉吧。 蒋月芬苦着脸,但还是不情不愿地朝傅江西道了歉,傅江西站在我的身后,莫说一句话,只是今天蒋月芬怎么这么听话。 我隐隐约约,觉得有些什么不对劲,但一下子又说不上来,我进到客厅,便见到了在摆弄手机的复兴国,她一看见我,就慌忙地把手机合上,不知道在搞什么鬼,但我想一定没什么好事,既然他们俩想搞事情,那我就奉陪到底,反正我有的是精力,慢慢陪你们两号。 我朝傅兴国露出,一抹意味深长地笑,直笑得她毛骨悚然,然后就看见她拿着手机,仿佛被什么追赶一样,匆匆进了卧室兴国,这样能行吗? 蒋月芬捂着被弄痛的手腕,也进了卧室,她都要爬到咱们两个头上来了,不给她点颜色看看,我看她马上就要翻天了。 傅兴国恶狠狠地说道,你放心,妮妮都安排好了,姜软软那个贱货,我倒是要看看,她还笑不笑得出来。 这两日,我总觉得有些奇怪,周围人不少人,总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, 而且,不少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,这种时时刻刻都被人盯着的感觉,让我极度不适应。 我猜测是和蒋月芬与复兴国有关,但我也不知道原因,直到我有一次去接傅江西的时候, 一个男孩指着我大叫,她就是新闻上的那个恶媳妇。 妈妈你看,是不是她? 牵着那男孩的母亲看见我,嫌恶地后退了些,仿佛我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样。 那小孩的话一出来,周围不少家长都开始偷偷看我了。 我终于知道我的好婆婆,和好公共居然把事实,颠倒是非,发到了网上。 我平日里很少玩手机,所以压根不知道,视频里我经过恶意剪辑,无故对蒋月芬动手,甚至还逼迫她道歉。 这个场景很眼熟,是在我带傅江西和傅州出去吃饭,回来的那天偷偷拍摄的。 我想起偷偷摸摸摆弄手机的复兴国,心中有了大概的猜测,视频中的蒋月芬瘦瘦弱弱,逼着脑袋,就像是受尽了天大的委屈,弱小又无助,脸颊旁鲜红的纸印就像是在,无声地控诉着我滔天的罪行。 而网友也会理所应当地认为,她脸上的巴掌印是我打的,他们一个个都化身为键盘侠,评论区都是对我的咒骂。 虽然真正的凶手是复兴国,可没有人在乎,我一下子落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,我心底无理由地涌出来一股兴奋,我舔了舔唇,看向小江西江阿姨,你打算怎么办? 我还没回答,手机便收到了一条消息,消息的发送人是我的丈夫,傅舟,你先别回家,消息很短,就这么几个字,连原因都没说,看样子,傅舟是遇见了什么麻烦事,嗯,我想,我这一对公婆或许在家里,给我找了什么更大的麻烦,就等着我回去了,我总归是要回去的, 但我不能空手回去,总得给他们带点见面礼吧,当我拉着小江西推开家门的时候,一眼就发现家里密密麻麻地坐了人,还有不少摄像机,而蒋月芬和复兴国就坐位,主角坐在最中间,还在一个劲地说我的坏话,把我描述成一个经常打骂,他们的十恶不赦的恶人,而傅舟身旁也围绕着好几个记者, 可是那些记者问再多,他也只是直指自己的喉咙,示意自己是个哑巴,说不了话,然后尽管那些记者问再多我的事情,他也一概不回答,直接摆烂,倒是和蒋月芬和复兴国,那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 我开门的声音吸引了,所有人的注意,傅舟瞪大眼睛看着我,似乎不明白魏石魔,他明明给我提前发过消息了,但我还是回来了,我安抚地朝他笑笑,然后牵着小江西走了进来,我就仿佛像是一个开关一样,蒋月芬一看见, 我便开始哭起来,那些记者一部分安慰他,一部分急不可耐地拿着,摄像头冲到我的面前,话筒几乎要触碰到我的唇, 下一秒,那些口齿伶俐的记者便向我开炮姜姑娘,听你婆婆和我们说,你一直在家里虐待她,甚至还打她,真的有这一回事吗? 姜姑娘,你有没有从自身找找问题? 听说你还让你老公,帮着你对付你公婆,真的有这回事吗? 这个小朋友是你,丈夫前妻的女儿吧? 小朋友,告诉叔叔,这个江阿姨平常,对你怎么样啊? 他们就像是嗡嗡的苍蝇,吵得我头疼。 我视线逐渐冷下来,感到小江西的不安,我便把她藏到了我的身后,就单单听信蒋月芬和复兴国的一面之词,亏你们还是记者呢? 我暴毙看着他们,蒋月芬和复兴国,就是怎么和你说我的。 你们没有脑子,那就这么报道算了。 我话说完,就趁他们面面相去的功夫,拉着小江西把她塞进了卧室,大人处理事情,小孩子还是不要看得好。 那些记者倒也不是拎不清的人,听到我的回答,便立马就猜到这件事情还有隐情。 他们的情绪更加激动,要是事情还有转折,这新闻岂不是能大爆。 蒋月芬一看情况不对,立马又抹了一把眼泪,软软,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,但你也不能污蔑我们吧。 我们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? 我直接在沙发上和她面对面坐下,你尽管哭,但这可不是谁哭谁就有理的。 还有,我可不是不喜欢你们,我是巴布的你俩立刻去死。 我先先预指轻点了他们两个,我看见他们俩脸色发白,旁边的记者连忙拦住我, 唉唉,江姑娘,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,我打断她,他们又不是我爹娘,有什么不对? 再说了,网上那段视频他们经过,恶意剪辑发上去,就没有想想会对我,造成什么后果吗? 我眼眶一红,就开始假哭,我们名声全被他们毁了,呜呜呜呜呜,所有人都莫料到,我的情绪变化这么大, 上一秒还在威胁他们,下一秒却开始嚎啕大哭,一时间被我弄得措手不及,傅舟信以为真,担忧地走过来查看我的情况, 我透过纸缝,偷偷地朝他眨了眨眼,傅舟就愣在原地,站在复兴国旁边的女人大怒,什么叫做恶意剪辑? 姜软软,你不要血口喷人,污蔑我爸妈,哦,这位就是傅舟的妹妹,傅香妮,也是制作那个视频的人,蒋月芬和复兴国, 立刻患上满脸怒意,就像是我毁了他们的清白,那些记者两边都看看,一时不知道该信哪边, 我抬起头,晃了晃手机,那要不要看看监控,监控可不能骗人吧,你居然敢在家里装监控,你要反了天是吧? 他们三人莫料到我,居然会在家里装监控,都瞪大了眼睛,看样子恨不得把我给吃了,脸上的表情一个剩一个的精彩, 要是送他们去变脸比赛,肯定是冠军队啊,走廊一个,客厅一个,厨房一个,一共三个呢, 为了防止这几个奇葩做奇葩事,我早就准备好了,装了阵膜多监控,三百六十度无死角, 莫想到还真的给用上了,我捂着嘴笑了两声,所以呢,我们还是看看监控再说吧, 是吧?我亲爱的婆婆和公公,看我不整死你们,复兴国三人死活不愿意看监控, 说这是他们的隐私,不能给别人看见,他们的目的很清晰,要是这监控一出来, 那他们给我设的局不就彻底露线了吗?那我无事一身轻,他们的名声可不就臭了吗? 那可是万万不行的,我理了下头发,装作无意地问道, 那你们把我的视频发到网上的时候,有没有想过,那或许是我的隐私呢? 一时间没人说话,那些记者看见这三人的态度,顿时也意识到了, 这三个人的把戏,也意识到了我,才是真正的受害者, 我身旁的记者压低了,声音让我放心,说是他们电视台会帮我, 解决网路上的那些事情,我也做了一个顺水人情, 把那监控露营给了他一份,谁叫我天性善良? 虽然恶媳妇这个主题做不成,但完全可以换个主题吗? 我觉得恶公公和恶婆婆就可以,要不就是奇葩一家人, 这收视率不是嘎嘎上升? 我真的是瞎了眼了,让我儿子娶你做媳妇, 呜呜呜呜呜呜,你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人啊, 我不活了,呜呜呜呜呜呜, 蒋月芬眼看着事情败露直接开枯, 傅香妮想,上手来抢我的手机, 却被好几个记者拦开, 好新闻可是绝对不能毁的呢, 这下子那些记者,全都站到了我这一边, 傅星国搬着一张脸, 我们家真的是倒了大霉了, 你就不能和周英学学吗? 她才是个好媳妇。 我拍了拍手, 说得真不错, 然后向门外喊道, 周英小姐姐, 快出来吧, 你前公公居然在夸你哀, 是不是超级稀奇? 嘿嘿, 没想到吧, 我把周英叫过来了, 等门口出现一个, 穿着小白裙的姑娘时, 蒋月芬和傅星国立刻就呆住了, 他们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, 可比变脸都好看, 周英朝我点了点头, 我笑着催促蒋月芬, 快去啊, 她不是你的好媳妇吗? 这么久不见面, 也不去打个招呼, 蒋月芬恍然大悟一般, 浑浑噩噩地走上前, 只是还没靠近周英, 周英便皱眉后退了一步, 蒋月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, 她也没看见周英眼中的厌恶, 还是舔着脸, 一步步朝周英靠近好孩子, 妈错了, 妈让傅周马上去和姜软软离婚, 你回来吧, 好吗? 妈想你了。 蒋月芬说的情真意切, 真的像是一个为儿媳妇, 全心全意考虑的好婆婆, 她甚至眼中还被他自己逼出来了一点泪花, 周英却已经受够了她这一套, 她知道这一切都只是蒋月芬做出来的表面功夫, 她直接甩开蒋月芬的手, 面色冷硬, 但终究还是性格软了些, 没说出什么话来, 蒋月芬就是吃准了她这一点, 又想上去拽周英, 我低咳了一下, 她就不敢上前, 反而忌惮地看了我一眼蒋月芬, 现在我和你儿子已经离婚了, 请你不要动手动脚。 周英开口, 我看见蒋月芬眼中, 一闪而过的诧异, 然后就听见傅星国, 在我身后愤愤地开口, 周英, 就算是你已经离婚了, 那我们也算是你的长辈, 你看看你的态度, 那是对长辈的态度吗? 她的语气严厉, 仿佛是理所应当, 是啊, 周英伺候了他们八年, 或许在他们心里, 早就把周英当作一个呼之极来, 挥之极去的仆人了, 仆人就应该一辈子, 都不能反驳他们, 我饶有兴趣地开口, 想让他回来, 可人家不愿意, 你们那八年, 对他做了什么? 想必两位心知肚明吧, 蒋月芬和傅星国对视一眼, 眼中有些心虚, 一个人都默说话, 他们并不知道我把周英, 带过来的目的, 周英脱下外套, 便露出来了满身陈年的伤疤, 有烫伤, 有割伤, 大大小小, 密密麻麻遍布在他雪白的肌肤上, 甚至有些疤痕增生, 就像是一条条扭曲猙獰的蚯蚓, 看上去很恐怖, 他的身体虽然有些小小的发抖, 但眼神却十分坚定, 周英脱下外套的那一瞬间, 周围的记者便惊呼出声, 周英长呼一口气, 这些伤痕都是拜我前公婆所赐, 没错, 我带周英过来, 便是想让这对夫妻成为众矢之众, 我看见那些记者的脸上, 都流露出了同情, 无数的摄像头对准了周英, 而蒋月芬和复兴国终于开始惊慌起来了, 说实话, 当初我去找周英的时候, 其实莫想让他亲自前来, 毕竟我也不想让他再次回到, 这个折磨了他八年的牢笼, 我只是想让周英录个响, 把蒋月芬和复兴国, 对他的恶行全部记录下来, 但等我说明来意之后, 周英几乎是立刻答应我, 并且表示想和我一道来, 我犹豫了一会, 周英那时低声问我, 我女儿他还好吗? 听见这话, 我就知道他这些日子, 并没有完全不管他的孩子, 他还是惦记着江西, 所以周英便和我一起回到了这里, 当着所有人的面, 揭开了他的伤疤, 揭露了复兴国与蒋月芬的恶行, 等那些记者走后, 蒋月芬和复兴国也被记者, 偷偷报警喊来的远景带走了, 一同带走的, 还有周英, 这件事情, 网小了说就是家暴, 网大的说就是故意伤人, 但无论哪种情况, 两人的牢狱之灾都逃不掉了, 原本我是只想送他们进监狱的, 也要感谢他们自己, 找了那么多记者, 这下好了, 顺便也丢了脸, 远景带着周英前往, 医院去做伤情鉴定, 那对夫妻怎磨也莫想到, 这个软弱的儿媳居然会站出来, 揭露他们, 即使他们两个已经七十多岁了, 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 就算他们再哭再闹也莫办法, 周英也不会选择谅解他们, 他们该得到应有的惩罚, 那些他们对周英的恶行, 周英全都一点点, 偷偷保存了下来, 就等这一天, 等蒋月芬和复兴国, 进了橘子里之后, 傅香妮安稳了一段时间, 我差点都要以为她不会出手了, 再次见到傅香妮是在我, 带着傅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, 傅周并不是个天生的哑巴, 只是一场高烧引起的, 我想带她去医院看看, 说不定能治好, 只不过在回来的路上, 我们便被傅香妮拦了下来, 当然, 不仅仅是傅香妮, 还有她带来的一群小混混, 傅周神色有些戒备, 她想把我拉到她的时候, 却莫拉动, 我看向一脸得意的傅香妮, 轻声道, 你这是打算做什么? 傅香妮冷哼一声, 你个贱, 人, 把我爸妈都弄到橘子里面去了, 不过我这件事暂时不追究, 但是你们住的那间房子, 得让出来, 那是我爸妈的房子, 按理来说就是我的,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, 你们要是不听话, 我雇来的人可不会手下留情, 这是来征财产来了, 傅香妮买那房子的钱可一大半, 都是傅周出的, 你这么强强, 怕是不合适吧? 我故意激怒她, 想让她动手, 傅香妮恐怕和她爸妈一样, 都是个法盲, 光天化日, 朗朗乾坤, 就雇佣了一帮黑社会和我们动手, 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吗? 更别提现在还是, 扫黑除恶风气最盛的时候了, 她这是自己把自己, 往火坑里面推呀, 傅香妮没有让我失望, 她成功被我激怒, 直接就吩咐那些小混混朝我动手, 我按了下手指, 上前两步, 嗯, 好久都没和人打过了, 手确实有些痒, 怎么说我穿过来之前, 都是我们那个世界的散打冠军, 正好这些人给我练练手, 在傅香妮震惊的目光中, 我一个个把那些小混混打趴下了, 他们都躺在地上哀嚎, 傅香妮线, 情况不对, 郑玉转身想跑, 却被我从身后勾住了一脚, 走吧, 去公安局吧, 刚刚她威胁我们, 以及故人伤害我们的全部过程, 可都被我在暗中都录了下来, 我这可算是正当防卫, 正好送她进局子里去, 陪陪她爸妈哦, 对了, 你知道吗, 那间房子的房产证上的房主, 可早就写了傅舟的名字, 这可是你爸妈亲自安排的哦, 傅香妮瞪大了眼睛, 一脸不敢置信, 我对傅江西的这副表情很满意, 就算傅舟是个哑巴, 那又怎么样, 但她毕竟是个男人, 蒋月芬和傅星国, 哪怕再看不起这个儿子, 最后还是把这套房子留给了傅舟, 毕竟在他们的观念里面, 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, 她傅香妮算什么东西, 海伦得到她, 傅香妮一个子都莫唠叨, 我看着她的表情变得猙獰起来, 有点想笑, 不如你亲自去监狱里问个清楚吧, 在监狱里边狗咬狗, 我还是很期待的, 故兄杀人, 证据确凿, 傅香妮直接就被关进了监狱, 当时我在场, 三个人狗咬狗, 一时间监狱里骂声齐飞, 三人扭打成一团, 连狱警几乎都分不开, 我看得直了, 直接就把这三人的丑态拍了下来, 顺手也给周音发了一份, 算是留作纪念, 傅周从始至终都乖乖地跟着我, 哪怕她的父母和妹妹不断地辱骂她, 她也只当时莫听见, 出了监狱之后, 我手机铃声响起, 是小江西的班主任, 傅周不会说话, 所以傅江西当时, 填的只有我的电话号码, 江西妈妈妈, 你女儿打人了, 你赶紧来学校里一趟, 班主任语气厌烦, 通过手机, 我能听到电话那头嘈杂的声音, 尤其是一个女生, 对我的女儿咄咄逼人, 我听见她在电话, 那头骂我的女儿, 说她是默人要的小表, 子, 这我怎么能忍, 当我和傅周闯到, 办公室的时候, 就看见一个女人, 用尖指甲指着小江西, 一口一声小贱货, 旁边站着一个和小江西, 差不多大的男孩, 眼睛肿了老大一块, 眼眶红彤彤的, 傅江西的身上, 又出现了不少心伤痕, 但她在笑, 她看上去心情很好, 我一进办公室, 所有人便都看向我, 那中年女人冲到我面前, 气急败坏, 你女儿打了我的儿子, 你说该怎么办? 旁边的老师一个都不说话, 包括把我叫来的班主任, 看样子, 他们都不想烫这趟浑水, 怎么办? 还能怎么办? 验伤呗? 那小男孩看起来很害怕, 我不知道小江西用了什么办法, 但确实有效, 看样子她是一辈子, 都不敢再和小江西动手了验伤, 行, 我们走。 那女人说着就要去拽小江西, 富州上前便将小江西, 护在了身后这位太太, 你急什么? 你家孩子似乎不太愿意去, 我抱毙有些好笑在说了, 我家江西伤的, 可比你孩子众多了。 那女人这才想到, 自家儿子做的混账事, 可她还在替, 自家的宝贝儿子便捷, 只是她也知道, 验伤是不可能去了, 去的话, 怕是她还得赔我们钱, 但这口气实在是咽不下去, 而小江西又被富州护在身后, 于是她的主意, 就打到了我的身上, 她拽着她儿子打算出门, 靠近我的时候便想, 我甩出了一个大嘴巴子, 哈, 想打我, 也不看看我是谁, 我避开她的手, 看准了她的学位, 连打了她好几下, 我可是专业人士, 按这几个学位打, 就算是被送去验伤, 也一点事都没, 但人会感到剧痛无比, 我可不会因为这种人, 把我自己送进去, 再说了, 我打之前可都看好了, 办公室的监控, 可清清楚楚照着我们这呢, 我这也只是正当防卫, 那女人一边躺在地上哀嚎, 一边嘶吼, 报警, 报警, 哎哟, 啊, 看起来好狼狈, 那女人被送去验伤, 结果自己啥事都没有, 反而赔了我家小江西一大笔钱, 还挨了远景好一顿踢, 最后从医院出来的时候, 脸都是白的, 也莫再赶来找事, 我给小江西重新找了个好学校, 当然莫忘记在走之前, 把江西175分的IQ测试成绩扔到了他班主任和校长的桌子上, 有没有用我不知道, 我只知道我带着傅江西去办手续的时候校长的表情, 几乎像把班主任活泼了一样, 我知道这个校长想在, 自己学校找一个天才已经很久了, 而傅江西是目前位置唯一一个, 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个, 可惜我们走了呢, 傅家三人都进了监狱之后, 我们的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, 傅州找了一份工作, 虽然工资不高, 但很清闲, 他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找到, 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, 他终于摆脱了父母, 能按自己的想法活着, 我去了一家散打俱乐部当教练, 不仅能打人, 还能赚钱, 傅江西被我养得很好, 他凭借着聪明的脑袋一路, 跳级到了初中, 若不是我担心他年纪太小, 他怕是连高中都跳完了, 嗯,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, 怪不得是女主, 我很期待他长大, 他就应该站在人类的顶峰, 而不是因为一堆, 糟心是赔上了自己, 我把傅江西的情况告诉周音, 周音才终于放下这口气, 周音一直惦记着傅江西, 这点我很清楚, 只是他一直不敢前来看傅江西, 毕竟他曾经抛弃过江西, 他害怕江西怨恨他, 所以选择了逃避, 但我觉得江西似乎已经原谅他了, 等过段日子, 我便在顺水推舟, 让他们两个见面, 所有的事情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, 事实本就应该如此, 不是吗?